日本伊豆度假去 伊豆不仅是知名的温泉乡 一代巨波穿穿康城笔下 伊豆舞娘故事的舞台 更曾是德川幕府时代的财政金库 走进土培金山采矿坑道 温度比外面低了速度 十分舒爽 坑道内设置很多 缅绘矿工生活的雕塑罩景 看图说故事 昔日采矿光景 历历在目 看到内还有神社 一听说可以求财 五百五宝比 大活跃跃欲试 在这里还能一元掏金梦 凡是掏荡的金沙都能带走 为了背后哑郎 大活儿猜渡毛起劲 伊山傍海的伊豆 风景自然漂亮 可以追随川端康城的脚步 踏上趋近通流的林间小镜 拜访伊豆第一名铺 接近风沛的活水源 适合山葵生长 在瀑布边就能看到 寓意盎然的山葵田 光是这户农家 每年采收量只有四顿 伊豆不论是产量或质量 都是日本第一 来过日本的人都知道 日本冰淇淋就是好吃 伊豆的芥末冰淇淋 也同样值得尝一尝 西伊豆海边被选为日本100个看夕阳的圣地之一 红的太阳对着地平线后 天空拍上旋律踩折 看眼前美景迷住了 一旁就有向海借景的饭店 可以延续度假的悠闲 悠悠领略日本慢活 漫游的歉意 头新闻日本报道